那我請教楊明哥 就真的啦 本來其實我講的這個主詞是誰來講 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 像是說這只是一頓飯而已 或吃飯是小事 蔡壁如講跟柯文哲自己講 那感覺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昨天蔡壁如他也提到了嘛 就是已經參加過不少尾牙了 那他也特地已經北上參加過這個 奧爾斯的尾牙 他說公民團體的尾牙 皆有的尾牙 比政黨的尾牙還重要多了 所以他有特地北上去參加其他的尾牙 那我們看到的是像張宇軒這一類 他們這個評論員 他們其實就特別分析一個角度啦 他說蔡壁如呢 是把這個惡氣 就是把這個事情變成公共事務的 所以呢 像黃珊珊原本是想要一逃殺兩世 這兩世是包含了蔡壁如跟黃國昌 兩女的戰爭 可是因為蔡壁如這個當下的反應 讓大家知道說原來他沒有被邀 然後開始熱烈的討論 連這劉寶傑都驚呼說 原來蔡壁如是披羊皮的狼嗎 楊明哥 蔡壁如是寫滴子 他以前的封號叫寫滴子 現在寫滴子可能換成 戰狼小姐姐接這個工作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國語詞點 我們來上一下這個成語課 來注意看 這個詞叫懷壁其罪 來為什麼要把壁寫錯呢 因為有壁這個字呢 他代表的是寶玉 這個是語出左轉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沒有事情 但是因為你懷有了一些珍貴的事物 你就會被人家嫉妒陷害 然後呢而有罪 這個是教育部國語詞典的解釋 所以呢用了這個壁字 那蔡壁如自己要心裡要有數了 這個就是你是莫須有的罪名 這個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叫你跟你說 有邀你去尾牙 你就要說有主席都有邀 好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栽培 我在台中打拼都是為了柯文哲 柯文哲100分好棒棒 你怎麼可以去講 跟黨中央不一樣的聲音呢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 我相信民眾黨內 這個對 就會變成已經 其實我覺得我認為現在民眾黨內 已經是某種程度了 挺蔡壁如的這一邊的人 情緒都非常的浮躁 每天就要去找黃珊珊的毛病 那挺黃珊珊的 每天都要去找蔡壁如的毛病 那這個黨 短期內不會有安寧的一天 其實老實說也不過才 這個成立四年 然後呢黨員 雖然說什麼加入全部新的黨員 加起來也不過三萬多人 這樣的一個小黨 就已經在 這一次大選過後 沒有理論上大選過後應該是更團結 然後一起去往前衝 要一起去檢討改進 然後往前那個邁進 結果看不出來 結果看到的全部都是這種所謂的鬥爭 那當然對蔡壁如來講 他一定很感慨 跟了柯文哲 這個40多年 他跟著柯文哲非常久啊 是從台大醫院20幾年再到 台北市政府再到民眾黨 有人說 蔡壁如叫民眾黨之母 為什麼 因為2019年那個時候 柯文哲對主黨這個事情是有猶豫的 當時是蔡壁如一手跑去內政部 連那個政黨申請都是蔡壁如去提的 所以民眾黨之母不是柯媽媽啦 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柯文哲之母 那 所以 蔡壁如一直被說是催生民眾黨 最重要的那個角色 而且你會發現 柯文哲一直都對民眾黨是保持距離的 尤其在他當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所以他不管黨務啊 那時候黨是誰在who 就是蔡壁如 就是謝麗公 就是他們這個所謂的第一任的黨 這個秘書長啊 黨主席啊 這一掛的 就是說秘書長 然後那時候蔡壁如好像是這些組織部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 一開始都是蔡壁如在who 可是呢 沒想到 來了一個這個從親民黨來的人之後呢 重心現在都是在黃珊珊身上 所以 我相信他們黨內一定會有一種就是 奇怪了 怎麼會是四府派 其實就是說 當初在台北市政府 跟著柯文哲的這一群人 以 進入到這個黨中央的核心 或說在禁辦裡面之後呢 突然原本的那個叫做 從來只聞秀人哭 對 只見新人笑 只見新人笑 就是這樣子 就變成說 奇怪了 這種新舊之間那種感受就差異很大 那蔡壁如當然因為他這個論文抄襲的事件 他辭掉了這個立法委員 其實柯文程度上 雖然說他讓民眾黨扣了一點分 但是呢 因為他堅決很快速就把這個 立委這個職務辭掉 反而樹立了一個道德標準 所以你看後來 民進黨後來只要有這個學位被撤銷的 全部都中傷 然後你在那邊吱吱吱吱 然後講不出什麼的 然後包括你說像鄭文燦 這個撤銷之後還升官的 後來都不會有好的評價 那柯文程度蔡壁如也幫 等於說我雖然 這個可能有一些毛病 但是呢我 樹立一個標準 讓民眾黨的人不用 就是你們不用幫我扛 我自己扛我就辭掉了 其實也是一個防火牆啦 沒錯 那老實說在政壇 要有這個決心的人 還真的不多 因為蔡壁如那時候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你從立委這個職務離開 然後呢你又沒有政黨職務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黨你就等於被虛極化了 你就等於被邊緣化 那是一個關鍵的轉折 那之後蔡壁如基本上就已經 跟柯文哲某個程度上漸行漸遠 而在這一次的大選裡面 蔡壁如到台中去開疆僻土 然後最後又成為這個 民眾黨區域立委裡面得票率最高 得票數最高 等於說是民眾黨 如果要說能選區域的戰將的話 蔡碧如是第一号人选 结果选后居然又发生 这一些这个点点滴滴的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的事件 为什么 比如说像蔡碧如自己还原说 因为问我尾牙 我没有被邀尾牙 我有被邀感恩餐会 然后他有邀什么小草见面会 他说这个 这个我1月27号就是 就今天嘛 就今天中午本来在这个 其实那个也不算尾牙 不是这样讲 其实礼拜三那场 那个是柯文哲 什么叫便宜行事 他就觉得说 既然进办要办感恩餐会 那就把中央党部 既然要要中央党部 就把尾牙合并在一起办 有这种办法 这个柯文哲是一个很勤俭持家的人 他就觉得他就一起弄了 所以对他们中央党部的认为 可以认定那是尾牙 但是整个名义上 那个其实是进办办的感恩餐会 所以像本来中部的 像亮哥讲的是有点误差 因为这个中部确实就是用餐会 中部他们今天中午是餐会 这个画面都已经出来了 他们是一桌一桌一桌 不是感恩餐会 那南部的就是感恩餐会 可是因为陈希茂他们 他们觉得要用这个所谓的音乐会 所以是全部都 就没有像这样一桌一桌 他们就是把它弄成像 一场音乐会这样的模式 所以这两种模式是不一样的 而蔡碧如会有这些沟通意外 都是民众党自己要负责 我们先进广告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更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